大家好,我是庆时 今天跟大家一块去参观一个牡丹园 这个牡丹园是坐在多伦多市的东边 现在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大的院子 这个东主他是一个英国退休的医生 他退休以后居住在加拿大 种牡丹种了40年 是一个非常爱好牡丹的一个老人 今年已经96岁了 也是多伦多牡丹协会的主要的成员之一 这些主要成员都是90到100岁之间的 现在已经 我们来看看他的院子 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就是Gorgain 就是我们说的北美Routine Hybrid 北美品种群的 这个院子有个特点 我先介绍这个院子的主根 它的母系就是从这两颗大凤丹来的 它这两颗大凤丹呢 每颗都有三个分支 这个分支都有 就我们成年人的手臂这么粗 这是它最先种的 靠近它这个老房子的边上种下的 那么由这两个凤丹 完了它就接下来再种子斑 它是这个很早三四十年以前就欣赏子斑牡丹 那么由所有的这里边的牡丹呢 院子里的牡丹呢 基本上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由它杂交出来的 它自己杂交的 就是用这颗大凤丹 刚才我们看见一个大凤丹和紫斑牡丹杂交出来的 这个是方济 刚才那颗 我们过来的是那个什么 是它自己杂交的 这个是方济 都挺大的一些 牡丹都几十年了 这个是紫红垫 这个紫红垫呢 在十几二十年以前呢 进入多伦多地区 北美地区非常多的 这两年不太多见了 这颜色不是很艳丽 但是很深沉那种紫红色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呢 就把它这些杂交的 它的牡丹我们浏览一遍 这个我们先量量它的尺寸 那这个呢 是它杂交出来的 就是一多厚的 我带了一个尺来量量 那就是二十二公分 所以呢 这个是很少见的 从种子来的一个虫瓣品种 不多见 这个也挺漂亮的 但是我手机打出来呢 是粉红色的 其实是粉紫色的 就是我们说淡蓝色的那种 手机拍不出来 我的手机 那我们一点点看过去 那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叶子和花的比例呢 大概可以看出这个花有多大 刚才那个二十二公分的花呢 跟这个叶子的比例 和我现在这些小花的跟叶子的比例 大家一眼就看见了 那这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杂交品种 都没有名字的 所以我都没写 花板非常非常乳白色 完了以后 那么花心上有这个紫的粉的这种粉韵就是说 那这颗是很艳丽 手机拍出来呢 可能颜色也是蛮漂亮的 但是实际看的非常非常鲜 而且它的大家看到没 它的脂肪这个外衣是红色的 非常非常漂亮 那我们再回手看看这颗刚才白的这颗 这颗又两米高 两米高完全像个银客松一样 完全是从这条牡丹的花床上这样 这样 这个 横出来的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条呢是这个院子的南边 那这些都是杂交品种都没有 虽说很多单瓣 但是它们的花心都不错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品种 它都每个花瓣都是卷着的 花心非常非常大 而且这个 花世界当中这些红韵啊 这些非常非常明显 刚才那呢 超过22公分 可能23公分左右那些花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一颗它最得意的一颗它杂交的纸斑牡丹 花不是特别大 可能看上去呢有20公分 但是 有个最大的特点 大家看到没有 它的纸斑是鲜红鲜红的 这个比较少见 我们大家看到的纸斑要么是墨黑色的 要么是紫红色的 它是鲜红鲜红的纸斑 很耀眼 好 刚才我那个写大红的那个大红鲜红的纸斑块 大家不要误解那不是餐馆里的菜单啊 但是写这个名字是这个写的是不怎么样 那个我们再来看看这边 那这些大的牡丹呢 其实都是它杂交出来的 特点呢就是 瓣不怎么多 可能它都来自于那颗大凤丹 那颗凤丹 但是它的花形保持的非常非常好 你看今天都20多度了 已经是早上10点钟了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看到吗 这些非常好 这个是夜光碑 这个夜光碑呢 可能不是特别标准 我觉得它可能是从种子来的 但是它很喜欢这个 紫斑牡丹夜光碑 它三四十年以前就很 很重视这个紫斑牡丹 已经开始在 自己在杂交 可能这个夜光碑是从种子来的 它们紫斑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颜色是那种 黑的 但是拍出来有点鲜红 那这一条呢 是这个院子的这个西边 就是靠西边 大家看到没有啊 这里面有几十颗大的牡丹和这个大牡丹和伊藤 这些大牡丹呢 就是里面还没开 这个是这个院子的正面 也是朝西南方向的 大家看到啊 这全部是他自己杂交的牡丹 开的很旺盛 这位老先生呢 收集了一两百个品种 而且都很大 特别是最多的呢 是鲁天海本 就是我们说的 北美品种群 它对这个颜色 特别的敏感 所以它认为北美品种群的花不是很大 但是呢 颜色比较梦幻 比较变化 多端 它比较欣赏北美品种群的 但是它对中国的子斑牡丹也是非常非常爱好 大家看到 这有五六颗七八颗 全是这个杂交出来的 这个带子斑的这些牡丹 非常漂亮 而且今天早上呢 阳光很好 温度不是很高 也没风 大家看到 这个多漂亮 这个白的真的是 这个白的很漂亮 再加上红色的子斑块 这些的花呢 都是比较早花期的 所以呢 有些已经开了好多天了 经过这个大暴雨的洗礼 它还在这儿 大家可想而知 它这个抗导服 抗暴雨的能力有多强 就是两天以前刚有个大暴雨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花不是今天和昨天开的 都是大暴雨以前开的 它这个院子的特点呢 就是这些杂交的子斑和凤丹 都是早花期的 它先开了一片 完了以后 接下来呢 北美品种群呢 就Rooten Hybrid这个品种群呢 它们是特晚花期的 都是像我们的黄牡丹啊 紫红黑牡丹呢 都是很晚花期 所以呢 它当中呢 也缺少这个中原品种和日本品种 所以呢 一头一尾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这个是一个变香的凤丹 是挺矮的 但是花跟凤丹是一模一样 但是没有凤丹长这么高大 凤丹洞洞洞洞就两米多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已经是被 大凤丹已经被削过了 不削的话 这是两米半左右 就长到 花都卸了 这些花呢都是老先生杂交的 这又是一颗凤丹 这个凤丹 它觉得漂亮 就是说 它就会把它保持住 把它好好养 这个凤丹少说要有一百朵花 确实也挺漂亮的 但是反过来讲 就没有这么大的地方 可能大家也没办法欣赏它这种美 那这个也是它自己杂交的 这也是一个从种子来的粉色的 就是大家看到 这个有点像八千代春我们说的 但是这不是它没有八千代春 这么颜色这么深 它也挺鲜的 我跟它开玩笑 我先跟你讲 这是一颗手腕红 它买的唯一的一颗中国品种 这个手腕红 它也很喜欢 在多伦多手腕红 它开出来有单瓣 有半虫瓣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花形 这个是一个大球 完了以后 挤下几个大瓣拖着 这个手腕红 刚才那颗 我在讲到刚才那颗粉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缺少 比较缺少管理吧 反正就是野草和牡丹长的样高 现在刚刚开春 这又是它自己杂交的 这都是 这些大牡丹都开足了以后 它那个气势 大家看得到 它单花来说 可能比较单薄 但是它开起来 它整个一个气势 也是很壮观的 所以牡丹 它这个大棵的牡丹开起来 这个撞声式 就是给大家一个 哇 是旺盛的这种感觉 就是很震撼的 所以牡丹的 其实大牡丹也结丑 就是说你虽然说就是单瓣 但是它一开几十朵 大家也是觉得很漂亮的 特别是那个丰丹一开 两三百朵 大家排着队在那拍照 大家不care 这是单瓣 小单瓣排花 主要是美就行了 这又是它保持的一些丰丹 这是院子的后半部分 已经是像北面的这样 西北面的 今天的这温度也很好 牡丹开的也很好 一早上 收集了很多烧药 这个是很不错的烧药品种 都是些老品种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最后再我们再看看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说是单瓣的 太漂亮了 这个实际 花是非常非常我们说的鲜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 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看看 拜拜